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輸了俐落髮型 換上新眼鏡 一身休閒裝扮 再次唱拿手曲求鳥 未即將登場的首場演唱會彩排 但好像還是走音了 票價堪比韓國天團 一張就要價八千八 柯文哲也承諾 不會走音破音要對得起觀眾 就盼著小破功只發生在彩排 而柯文哲也透露 為了這場演唱會 還特別請來專業老師教股 讓他壓力山大 不是緊張 是焦慮 我本來以為國君一笑 負責的公司 這卯足全力 還請藍波 請鄭知名 五月天的音樂 賽玉琳的舞群 天啊 這搞得規格太大了 這地上都會貼Mark 自己的Mark就可以了 走到哪裡 走到哪裡 不只大突破 要首次邊唱邊跳 柯文哲也預告會唱十首歌 而對自己的表現有沒有信心 他怎麼說 反正跟不上 你會當作娛樂對不對 唱得好就當作來聽歌 沒有什麼驚喜 到時候看就知道了 有沒有安排彩蛋 和隱藏嘉賓 柯文哲不提前破梗 但堪比天團票價的演唱會 能不能讓柯粉指揮票價 就看柯文哲如何全力以赴 完成表演 記得謝洪榮 是孤豪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階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